我们现在出工,也不让打牌,也不让喝酒,我们是来上工的,不是来坐牢的嘛,你可是不是当官? 一边洗一边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不能挣了这边的钱,说了那边的坏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啊 陈娘娘说的对,出工呢,大家就得认真一点,干活呢,就不能糊弄,这是规矩,尤其是你 陈娘娘,你不要太小等啊,我和尚伯已经去请职业的工人了,你来快找找,到不了几天呢 这也是假的呀,我们都干得好好的 你跟我好好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是啊 到底真的假的 我也是听说的 听说的,听说的 哎呀,这种事情能听说吗 大家听我说啊 如果黄河山,调来了外边人,来我们这里上工,能答应吗 不能答应 不能答应 就是坚决不能答应,流转我们地,就得用我们工 你们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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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 我哥 不行 我哥 我哥 哥 走 监 我哥 我哥 我要你 王志安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他们来干什么 这些都是我请来的技术工人 我们的工期一拖再拖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 就会耽误我们雪城的种植 这些技术工人 有技术有能力 能把我们的工期赶回来 以后就用他们来上工了 他们都干了 我们干什么 从现在起 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们会给你算整天的工钱 不行啊 我们以后怎么办 张总知道吗 在用工方面 我说了算 你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太独断专行了 我们都是张总招来的人 就真的不用我们 那一点张总说了算 对 走 我们去找张总 走 站住 段长江 你一个大老爷们 有什么事说什么事 你老找人女的干什么呀 我再说一遍啊 在用工方面 我黄河山说了算 有什么事找我 算 你一点人群都不按 有点人群 还有 还有人群 还有人群 有点人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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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教 那我们怎么办 就是我们怎么办啊 原有头战有主 总得跟我们说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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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给我回来 马上给我回来 我问你 全力的人就一个人都不能用吗 我问你 我知道 我一直在用工上跟你有分歧 你觉得咱们的村民技术含量低 做工太慢 耽误了节气 这个我承认 但是 你至于把他们都开了吗 这是一个管理层应该做的事情吗 那你就说我不会用人呗 你当然不会用人 成员发展到今天 出现了很多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个我承认 我的管理经验都已经失灵了 我也在摸嗦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 知人善任 量力而用 这点错不了 你这都是口号 真正操作起来有实际问题 你总得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就拿那个段长江来说 一个不负责任的浪子 你让他当上了负责人 那也激发出来他那种荣誉感 还有责任心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你给他一个好的定位 给他一个方向 你不用拽他 他都能跟上咱们的队伍 锦绣的意思啊 我特别明白啊 数人先数智 我觉得你想的比我们两个都要长远 你少拍马屁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给他们时间成长了 谁给咱们时间成长呢 那你不能给他一杆枪 让他拿着枪就上战场打仗吧 你总得告诉人家这个枪怎么用 方向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我这是用功 我不是去养人 这两码事 这是一码事 叫职业素质 你用的专业的技术人员 人靠本事吃饭 人不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意思就是 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是不是 我宁愿打翻这一船人 我也不能让人家把我这船过 拽江底下去 哎哎哎哎 那个 呃我来总结一下啊 这个 昌明言道啊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必定 何山 你一直说 成员要发展 规模化的管理 是势在必定 这点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们的这些人 他毕竟是农民 你得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慢慢的成长 节气不等人呐 你等人的雪城都漫山遍野了 咱们这还没种苗呢 你别危言耸听了啊 我们虽然工期慢 但是我们一直在推进 只要大伙这个技术熟悉了 那工期误不了 节气赶得上 质量呢 你们谁检查过种植质量 啊 对 你是城里大老板 你当然不知道了 少阴阳怪气的 我是农村出来的 种地我懂 我就问你 你多少年没动锄头了 黄山你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在种地方面 必须用专业的技术人员 其余的杂牌军 我一概不用 我不同意 技术工人你想用 可以用 村里的人一个都不得少 能挖坑的挖坑 能种树的种树 挖不了坑 种不了树的 可以除草 打草卫生送水送饭 总之 得让他们苏的人 有活干 有签证 我同意 这个我也不反对 他们说用就用 说开就开 把他当挖布一样拖来拖去 太欺负人了 就是啊 刘转帝的时候说的多好 带咱们一同被小康 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钱 这才多长时间 就不带咱们干了 都是说嘛 他们答应了蒋苏记 要带我脱贫自负的 现在呢 是你们傻呀 你们活该呀 刘转帝的事明明就是一个诱饵 你们自己院者上钩的 怪别人啊 刘转帝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段哥 你们是不是一个一个 在农村呆傻了呀 这公司是谁的 挣了钱又是谁的呀 他们想用公司员工的要求你们 你们签合同了吗 签合同了吗 连合同都没签 不就是说丢就丢啊 无伤不坚哪 这帮人呢 在城里边骗不到钱了 就跑到我们乡下来骗钱 他们在上面拿着政策 下面用着你们这些廉价劳动力呀 最后呢 钱 钱进了张锦绣的口袋呀 刘轻 你见多死伙 你说 现在应该让我做 说那么多废话干嘛 叫他张锦绣 退地 拔票 对 对他 段哥 这事啊 你得拿主意啊 我刚回来 很多情况我不了解呀 对 明天 大家跟我一起去 让他退地 好